美人公朱童领着小牙内,在渔兰会上看着合伙灯,正这功夫身后有人拍了他一下,朱童扭向回头一看,身后边站的正是叉翅虎雷衡,朱童一看见雷衡,他感觉很惊异,哎,你怎么雷衡? 雷衡凑近了朱童的身旁,我从梁山上来呀,我请您上梁山,朱童马上向他使了一个眼色,那一次这话怎么能在这说呢?周围都是看灯会的人呐,你要一说自己是梁山破来的,官府得知了,非得把你抓起来不可呀,雷衡也意会地点了点头。 朱童,朱童趴到雷衡的耳根台底下,就你自己来的嘛,不光我自己,还有人呐,大哥,跟我走吧,上梁山吧,别在这儿待着了。 朱童说此处不是讲话之地,你我弟兄得找一个没人的地方详谈,对对对,您快点撤出来,跟我走。 朱童,朱童一转身,发现这个小牙内没有了,这个小牙内呀,叫宝朱,小名,宝朱啊,宝朱,宝朱,周围机器叉叉的全是人呐,刚才就在他身旁这儿站着,怎么一转眼就看不着了? 宝朱,雷衡在旁边过来,大哥,甭找了,您就跟我走吧,这不行啊,小牙内是我带出来的,我不找着他,我怎么能跟你走啊? 大哥,放心,那孩子丢不了,你怎么知道能丢不了? 我当然知道了,刚才呀,我们来的是俩人,我跟您说话的功夫啊,我们那位大哥把那孩子就给领走了。 怕您不跟我们去,把那孩子领着,您不就跟着我们走了吗? 真的吗?这还有错吗?您跟我走。 朱童一听,雷衡的人把孩子给领走了,那我只好就跟着吧。 美然公朱童转身有大人群里面就出来了。 他跟着插士虎雷衡,两个人一起往前走。 往哪儿去?雷衡说咱们得出城啊。 你们在什么地方呢?什么地方?城外。 您跟我去,一到那儿就知道了。 哎,是谁把那孩子领走了? 出了城,您就知道了。 朱童跟着雷衡,出了苍州路。 出了城,这是晚上啊,外边路径人稀了。 朱童不放心呢,还问雷衡,这出了城了? 你那伙伴呢?伙伴就在前边的。 我能骗您吗?咱们哥俩是多少年的交情。 啊,我是担心那孩子出事儿了。 那孩子不能出事儿。 往前走,往前走。 还得走多远? 前边那个庄院就是。 这一气儿走出来二十多里地。 前边到了什么地方呢? 到了小玄丰柴晋居住的这个庄院。 感情这回插着虎雷衡他们来啊, 落脚就在小玄丰柴晋的家中。 进了村子,一直来到柴晋的门口。 眼前就到了柴晋的大门了, 就看在大门外边站着一个人。 雷衡用手一指,看见没有? 门口站着那个人, 那就是我的同伙儿跟我一起来的。 他身背后背着你那孩子呢。 猪童一看,果然有一个人在那儿站着。 身背后背着个孩子, 这人是谁啊? 是跟雷衡一起来的黑旋风李亏。 李亏几步就走过来了。 一个手扶着身后那孩子, 看见雷衡就说了。 哎,接来了吗? 雷衡说接来了, 这不是什么? 美人公诸童。 大哥,这就是我的同伙儿, 跟我一起下凉山来的弟兄。 他叫李逵, 人送外号黑旋风。 哦, 诸童一听黑旋风, 这是鼎鼎大名啊。 知道这位大闹江州, 杀死了无数的官兵啊。 哦, 举无仰您的大名, 气感气感。 诸童最关心的是那孩子。 请问, 那位小牙那是您给领来了? 哦, 我领来了。 这孩子在我身背后啊, 睡着了。 咱们进去吧, 到屋子里边, 我把孩子放下。 我怕你不放心, 所以在门口等你, 这不骂, 孩子在身后还睡着呢。 诸童一看, 是, 这孩子趴到李逵的后背, 睡着。 好吧, 跟着一起就进这大门。 进了大门之后, 原来这次来, 梁山的军事吴佣也来, 是吴佣, 雷恒和李逵他们三个人来的。 吴佣现在在客厅里边, 正在跟小玄彭柴进, 两个人谈话, 等候着这两位请诸童的呢。 他们两个人这一进来, 吴佣和小玄彭柴进, 一起往外迎, 说诸童来了吗? 雷恒说来了, 诸童在身后说话, 先冲吴佣抱万共手, 吴佣给诸童和小玄彭柴进的互相之间指引, 吴佣跟诸童讲, 这位可是大名鼎鼎的人物, 金枝玉叶, 龙子龙孙啊, 柴世宗的后代, 家有单收铁卷的小玄彭柴进柴大官人。 诸童九幕柴进的大名, 两人寒暄一番, 进了客厅, 各自都分宾主落座之后, 小玄彭柴进吩咐, 马上献查, 这一献查的时候, 诸童先站起身来到李逵的跟前, 来, 把小牙那给我, 李逵一挥身, 把身背后背着的这孩子, 就交给诸童, 诸童把这孩子接过来一瞧啊, 这脑袋搭了了, 嗯, 这是怎么了? 他赶忙把这孩子放在旁边的调弯机上, 用手一摸这鼻子眼, 没气了, 已经死了, 诸童当时眼睛就立下来了, 他瞅着李逵, 李逵, 这个孩子是你给害死的, 是吗? 我看看, 李逵过来伸手一摸, 坏了, 这孩子没气了, 屋子里边人全都站起来, 来到孩子的跟前伸手一摸, 完了, 怎么回事啊, 刚才雷恒和李逵俩人是商量好了的, 上衙门里边去找诸童, 打算把朱童找出来, 让他到小玄凤柴进的府里边, 和军事无用见面, 共议上梁山的大事, 这二位到了衙门里边一打听呢, 衙门里边的人告诉他们, 说朱童带着小衙那去看渔兰会去了, 两个人就到这渔兰会上找朱童, 在乱糟糟的人群当中, 他们发现了朱童, 看朱童领了个孩子, 雷恒跟李逵就商量, 说如果咱们俩这阵, 让他出来, 跟咱们上小玄凤柴进的家里, 这朱童肯定不能去, 因为他带着个孩子了, 他必定要说把这孩子送回府里, 然后再跟咱们走, 如果他把孩子送回府里, 万一这个知府要问他说你上哪去呀, 他要回答的不利索, 把咱们哥两个给露出来, 咱们是梁山的人的, 倒在官府管辖的地面露出明信来, 容易招惹事呗, 怎么办呢, 雷恒就出个主意, 说我跟他搭话, 搭话的功夫, 李逵呀, 你就把那孩子给他领出来, 领出来之后呢, 你一领那孩子就直接掀灰, 小学和柴进的家, 他要一问我, 我就告诉他, 孩子已经到柴进家里去了, 你跟我一块去吧, 这样的话, 他就痛痛宽宽的跟我一块到柴进家了, 他不是安排的这样一个主意, 雷恒过去跟朱童这么一搭话, 李逵有打旁边就挤到人群里不去了, 扯着这孩子就走, 这孩子开始没看出李逵来, 他光顾往前面看着闹来, 小手在那身着觉得有人领他, 他以为是朱童领他呢, 他转过身来跟着往外走, 走出来没有这么几步, 他一抬头, 好家伙, 一看面前站这么一黑的个儿, 李逵长得那模样又挺吓人, 这孩子就要哭, 他不跟他走, 李逵着急呀, 生怕这孩子一哭咯, 让朱童听见, 所以李逵拿手一捂这孩子的嘴, 把这孩子就夹出来了, 李逵那手跟蒲扇一样, 这一把捂到孩子的嘴上, 连鼻子在嘴全给捂颜了, 一点气都不带出来的, 孩子正位两正位, 胳膊住李逵拿胳膊这么一夹, 孩子连惊在下在憋, 这孩子窒息深忙, 李逵还不知道呢, 夹着这孩子有打人群里边出来, 一气走出城外, 走出城外, 李逵一低头, 一看这孩子不动他, 李逵还合进, 这孩子挺听说, 睡着了, 睡着了我背着你, 所以李逵就把这孩子背到背后了, 背到背后来到柴进的门口, 李逵还没往里走, 心想我得等等雷横啊, 等他们来了咱们一块进去, 等到他们来了这才进屋, 进了屋之后, 朱瞳发现孩子死了, 李逵呢, 并不是诚心静意这样做, 但是却换来了这样一个结果, 朱瞳这功夫可就不饶李逵了, 朱瞳手指李逵, 我说你这个人, 你怎么这样残忍, 你怎么能把这个孩子给害死, 李逵一听李逵活了, 你胡说, 谁把他害死了, 我就把他拿手一无嘴, 把他带出来了, 谁知道他孩子长得这么不结实, 他娘的, 他爹这个知府不是个好东西, 准是贪当枉法, 损金丧德, 使他这个孩子不能偿命, 要不就是他爹长得不结实, 弄这孩子也是个糟乱货, 他一说这话, 朱瞳更急了, 你胡说八道, 我知道, 你们是用这个办法, 想逼我上梁山, 对不对, 我就是不去, 俩人这一争吵, 小玄凤柴进, 跟军事无用, 都互相劝解呀, 哎, 少说两句, 少说两句, 俩人争吵了半天, 无用到底是把他们劝得平息下来, 无用说二位, 咱先别急, 坐下, 坐下, 听我说两句不好吗, 哎, 哎, 好啊, 我就知道你这个李逵, 这个杀人的魔吗, 你闹江舟的时候, 就杀过不少官兵, 李逵让你一放屁, 我那是为了救我大哥, 无用说行了, 行了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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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竹童, 听我说, 这次我们三个人, 有打梁山上下来, 是专程为你来的, 竹童, 你救了雷恒之后, 雷恒到梁山上, 对你是日夜牵挂, 总担心, 怕你出了什么闪失差错, 我们派了多少次采盘子的楼罗, 到运城县去打听, 打听的结果, 说把你判了个次配冲军, 到苍州横海军, 我们听到这个消息, 最初想要半路上截夺, 结果没有截夺找, 后来我们就想了个办法, 到这儿来找你, 宋大哥在我们临下山的时候, 说得好, 无论如何, 也要把你请上梁山去, 现在到时候了, 你该上梁山了, 李逵先帝是个粗鲁人, 今天请你, 他们的的确确是想着把这孩子抱出来, 把你引到这儿来, 可是谁知道, 好心却没得到好报, 这孩子让他拿手一捂, 死了, 事出有因, 你也不能全怪他, 他也是为了你呀, 我看哪, 这也是天意呀, 这个孩子如果不死, 恐怕你还上不了梁山, 孩子这一死, 先帝, 你就得跟我走了, 你要不走, 你回去见了知府, 怎么交代呀, 你把人家的儿子给弄死了, 这知府, 他能轻饶了你吗, 主通说, 我不管怎么说, 我得回去, 跟人知府讲清楚, 我要这样跟你走喽, 知府得知之后, 得怎么骂我呀, 人家知府带我不错呀, 我充军发配, 到了苍州之后, 知府没让我上牢城营, 把我留在府中听用, 没让我遭罪, 没让我受累, 这孩子跟我也不错, 我天天愿意看这个孩子, 可是我怎么能把人这个孩子给弄死了呢, 我就什么话也不说, 就此一跺脚走了吗, 那是人办的事儿吗, 哎, 贤弟, 就你的心情来讲, 应该回去跟知府说清楚, 不过贤弟, 你可要明白, 这世上没有不被人误解的人, 没有不被人怀疑的人, 你现在回去讲是讲不清楚的, 就是你把实情相告, 知府也会想, 是你勾结梁山的强盗, 害死他的门子, 那么一来, 你连知府的门都出不来了, 为君之计, 你就得跟我上梁山, 一走了之, 至于知府怎么议论你, 他怎么认为你, 就由他去说吧, 哪一个人不是身后是非, 平人论呢, 你管那些干什么呀, 李逵在旁边又说了, 对, 君是说的话有道理, 我看哪, 你就干脆跟着上梁山得了, 我李逵, 大老远到这来, 冒了个闲, 也不是为了别的, 就是为了请你上山, 说实在的, 不是宋大哥让我办这个事啊, 嗯, 八抬大叫抬我, 我也不上这个地方来呀, 朱童一听李逵说话就有气, 因为这朱童, 跟这个孩子还真有点感情, 诸然间这孩子死了, 他这个感情就过不去, 朱童说, 你少说话, 啊, 啊, 你还不让我说话了, 好, 我不说, 朱童看了看无用, 大哥, 今天您要让我上梁山, 我也知道您这篇好意, 我也知道宋大哥的心情, 就我朱童本心来讲, 我并不想上梁山, 我想在这里服刑期满, 回转运程县, 我家里还有妻子呢, 我这个人, 只想过一个安稳太平日子, 我不想做一份辉煌壮丽的事业, 无用者贤弟, 你想的, 我们都替你想到了, 你过安稳日子, 也可以上梁山上去过, 你要回运程县, 大概你还过不了安稳日子了, 你回了运程县, 这苍州之府不得上运程县找你吗, 嗯, 你的家小在那能平安无事吗, 出于这一点, 梁山上的宋大哥都替你考虑好了, 已经把你的家小接上梁山, 现在就在梁山寨上等着你去呢, 你还操什么心呢, 无用这句话说完了, 竹童一听, 哦, 把我家都接梁山上去了, 看来我是无论如何也得上梁山了, 竹童又不言语, 无用说, 竹童先帝, 事到如今还考虑什么呀, 跟我走吧, 竹童说要让我走, 那也不难, 就得答应我一个条件, 哦, 什么条件, 这个李逵, 他不能上梁山, 他要上梁山我就不去, 我要上梁山他就别去, 这就是一个条件, 竹童突然踢出这么个条件来, 因为他现在恨李逵都恨死了, 因为李逵把这孩子给弄死了, 竹童这个条件踢出之后, 李逵腾愣就蹦起来, 你这是说的什么屁话, 我李逵上梁山, 爱你什么事儿呢, 我李逵在梁山上, 我立过大功, 闹江州, 跳楼揭发场, 我救过宋江大哥, 没有我救宋大哥, 梁山上就没有这二把金交椅, 我宋大哥, 人成吉士余, 谁不佩服, 那是我李逵在江州把他救起来的, 三打中介庄, 我立过功劳, 你竹童有什么了不起的, 你跟我比论这个干什么, 李逵这一棒的, 军师无用站起来, 李逵, 不要造势, 坐下, 哼, 岂如此理, 竹童腾龙站起来, 就这句话, 有你误我, 有我没你, 你上梁山我就不去, 吴佣说, 当当当当, 李逵, 你跟我来, 吴佣把李逵叫到旁边一个偏士, 到这屋子里边把门关上, 轻轻的声音跟李逵说, 李逵啊, 我看, 你就先别上梁山了, 李逵一听腾龙又站起来, 哼, 我说你这个军师, 哦, 你看见这个美人公猪童了, 你就瞧不起我李逵了, 他有什么能力, 就胡子长得长啊, 那有什么用, 你别抄抄好不好, 你坐下, 坐下怎么的, 我有重要话跟你讲, 跑, 李逵坐这, 李逵下山的时候, 宋大哥给我嘱咐了几句话, 原定的计划就是不打算让你上梁山, 是吗, 那为什么, 宋大哥说, 李逵先帝, 涌贯三军哪, 在筑记庄上, 你大显身危, 砍死了筑虎, 又杀了筑标, 但是呢, 大家都认为你李逵, 有勇无魔, 这回来呀, 宋大哥说, 要把你李逵, 留到小玄丰柴进的庄上, 这个小玄丰柴进, 我到处之后, 跟他攀谈李逵, 他支持咱们梁山, 但是他不想上梁山, 知道为什么吗, 人家柴进, 那是凤子龙孙, 人是皇亲国戚, 柴世宗的后代, 人家家里边有丹书铁卷, 犯了罪都不能杀头, 家里边有良天千寝, 家之万贯, 你说这一片产业, 他能撇去跟咱们上梁山吗, 但是咱们宋大哥想到了, 如果能把柴进, 说他上了梁山, 那我们梁山寨, 那就大展身危, 对全天下就是一个很大的震动, 像柴进这样的人, 都上了梁山, 可见梁山的势力之大, 梁山的吸引力之大, 谁能跟柴进详谈戏论, 劝他上梁山呢, 宋大哥说呀, 就让你, 嗯, 李会说有这种事吗, 那当然了, 宋大哥说把你留下, 跟柴进在庄上, 多住几日, 这就是你呢, 抽空跟柴进解劝解劝他, 劝他上梁山, 如果你能够凭你的两行灵力尺三寸不乱舌, 把柴进劝得上了梁山了, 那你李逵在梁山的众位弟兄心目之中, 就不是现在的样子了, 你就成了一个智勇双全的豪杰了, 大伙对你就高看一眼了, 是这样啊, 不过, 我没干过这个事啊, 你让我劝柴进, 柴进能听我的吗, 我也不会说话呀, 你得动脑子, 你详谈戏论, 讲咱们梁山怎么怎么好, 讲咱们宋大哥怎么怎么好, 这个你会说不, 这个我会说呀, 没事你就跟他说这个, 时间一长, 柴进这心就活了, 如果说柴进一答应跟你上梁山, 你就往梁山送个信, 我们大伙就来接他, 到那个时候, 你李逵就给梁山寨立了一个大功, 你知道吗, 我们梁山寨, 现在最着急的是广招人才呀, 宋大哥为这个事情, 宙思夜想, 煞费苦心哪, 李逵, 你应该为宋大哥多分分心, 宋大哥能把这个事, 让我转告给你, 委托给你一半, 这是宋大哥对你的信任, 李逵, 有句俗话, 就亲者言, 书者宽哪, 宋大哥为什么对你这么严格要求呢, 跟你最近, 这朱童为什么他一提条件, 我就答应呢, 因为咱们跟人家是客求, 不然的话人家不乐意上梁山, 这样的话, 朱童正提出这么一个条件, 我们就来个顺水推舟, 实际上他不提这个条件, 我也打算把你留在这里, 你就晚去梁山几天, 五号, 那, 那我晚去多少日子, 你在这儿住上一个月, 多说两个月, 指定我们来人把你接回去, 那我劝俩月, 要是这小学末柴禁, 他也不听呢, 他要不听的话, 我再派别人来劝呢, 要这么着, 那还行, 其实君是无用的, 这就跟李逵耍了个心眼, 使了一个计策, 他用这个话, 转弯末角的把李逵给安抚到这里, 不然的话这朱童带不走啊, 君是无用, 一看李逵被安抚好了, 无用转身出来, 又把小玄凤柴禁找到旁边屋子里边, 跟柴禁单独谈了一番话, 说这李逵啊, 我不能把他马上带走, 带走了他, 这朱童就不走, 把李逵先放在你这庄上, 跟你多住几日, 你替我好好的看着李逵, 小玄凤柴禁说这个没有说的, 无用说李逵这个人就有一点贪酒, 你只要把喝酒这个事给他限制住, 别让他喝多了, 他就不能闯什么大祸, 小玄凤柴禁说这个您就尽管放心吧, 嘱咐完了柴禁, 君是无用, 这才又来到了客厅, 一见朱童, 说县帝, 我们把事情商定好了, 你不说李逵上山, 你就不上山吗, 现在这李逵就不上山了, 就让他在小玄凤柴禁的庄上过活, 你跟我们一起上梁山入活, 你看如何, 朱童说是这样的吗, 要是这样的话, 那我就跟你上梁山, 当时这几个人在此商定好了, 转过天来, 美然公朱童只好跟着君是无用和插翅虎雷横, 三个人一起上梁山, 临走之时啊, 君是无用, 又对小玄凤柴禁进行了一番嘱咐, 把李逵叫到旁边, 也嘱咐了几句, 李逵这心里边, 还以为是宋大哥给他一个重任, 劝小玄凤柴禁呢, 李逵现在还真有点抽出满志, 心想, 我得好好琢磨琢磨, 怎么劝他, 那三位走了, 这个小牙内的尸体呢, 小玄凤柴禁派一个庄定, 把这个小牙内的尸体, 就扔在了苍州城外的一片树林子里头, 苍州城里边的知府, 发现自个儿的儿子没了, 美然公朱童也不见了, 派手下的侧人四处寻找, 最后在树林子里边找到了自个儿子的尸体, 知府一看自个儿子死了, 这知府可是气炸连杆肺呀, 马上出公文, 四处捉拿美然公朱童, 他这捉拿朱童, 咱就不说了, 黑旋风李逵就在小旋风柴禁的庄上住下来了, 这个李逵住的头两天还真晚上睡不着觉, 动了弄脑子, 想怎么劝这小旋风柴禁, 小旋风柴禁呢, 给李逵安排的是一日三餐, 炖炖有好菜, 炖炖有好酒, 但有一样喝酒限量, 不准喝过了, 李逵出于对小旋风柴禁的一种尊敬, 再加上他又想劝柴禁一起上凉山, 所以他就甘愿少喝酒了, 这天中午, 李逵跟小旋风柴禁两个人正在吃午饭的功夫, 有一个庄丁进来了, 柴大官人, 高汤州来人要求见您, 柴禁说让他进来, 庄丁出去不大会儿的功夫就看优打外边匆匆忙忙跑进一个人来, 进屋之路, 哭通忘帝一跪, 柴大官人, 大事不好! 好! 好!